全球发展再生能源其中以太阳能最受关注 尤其将建筑整合太阳能 成本低发电率高 但您看到有台湾业者研发屋顶无浪板太阳能专利支架 少了浪板聚热产生热衰竭的问题 也延长了太阳能板的发电寿命 全球超过250个城市推动100%再生能源 台湾也预计2025年达到20GW的太阳能装置目标 为什么这个行业这么夯 每个礼拜大概有两三个厂商要来把我租屋顶 然后我问了差不多十几个 我就知道说我租屋顶给人家扣回来 台湾政府推动国产化 专精TBC浪板制造的王真路锈到商机 十年前王真路决定投入 选定研发屋顶无浪板太阳能支架 我们这个边都是有这个黑色的EVA 所以不会产生电位太阳 太阳能支架攸关系统安全 熟知材料特性的王真路 选用固形钢冷弯混压平行加工 通过中科院测试 可抗17级风速 搭配防水设计及工把 花费五年研发成功 螺丝自己设计画图SGS测试过 每个螺丝都强三倍 你屋顶整个屋顶的那你强度就很强了 装设屋顶太阳能板 使用螺丝多达数千到数万支 王真路以并排施工把 将支架衔接模组两端 增强结构 这里会漏水的地方没有SGS测试 螺丝会漏水我们也没有用到SGS测试 当然这一边也没有 不会跑进去 王真路亲自爬上屋顶解说施工细节 别看他在屋顶走得轻松 其实克服很大的心理障碍 我要叫别人来把我装 别人也不会装 因为我自己想的 我从来没有爬过屋顶 我跑到屋顶上面很怕 怕也不敢讲 我老板不能讲 不能说我很怕 也要装勇敢 三千多瓶屋顶太阳能 是王真路第二次安装 太阳能板作为屋顶 厂房透光性加 少了浪板聚热产生热衰竭的问题 延长太阳能板八电寿命 中间坏掉一块 你换那块就好了 换掉两块就换掉两块就好了 不用从旁边一直拆一直拆 这项设计获得国内外 二十多个发明专利 上百个BIPV案厂指定使用 王真路要带着MIT荣耀 前进国际市场